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要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监督基隆市政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七堵区市议员曾怡芳 哈喽各位电视机观众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七堵区市议员曾怡芳 一方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许瑞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许瑞慈 瑞慈一座好 第三位是安乐区市议员张志豪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志豪 志豪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看 就是我们的长照市 长照住宿机构 这一位难求我们的议员 我们的瑞慈一座 非常的关心 快来看看 这样的一个案件 它是一个未满65岁以上的一个独居市民 照他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先透过1966机构喘息 但是他只能两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他要入住机构 为什么会没办法入住机构 我来跟你说明一下 因为本市 身上的住宿机构已经满床 他这样的一个状况 要转介到彰化市 这样的一个个案 市长你知道吗 还有多少的个案你知道吗 而我昨天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立即的询问我们的科长 科长今天派人督导社工 一起下去彰化关怀 市长 你有多少的人力编制 可以在发生这样机构暴力事件之后 再派督导跟社工下去关怀 那其他的业务量该怎么办 那如果没有议员关心 这样的一个独居市民 他该何去何从 建雄市住宿机构床位难求 许多人被迫安置到其他县市 生议员许瑞慈总咨询强调 各类型的住宿机构分类复杂 民众往往求助无门 那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张机构的表格 他非常的复杂 就有的法规设立来说 我们分为不同种的机构 身脏机构 安养机构 养护机构 长期照顾型机构 跟护理之家 还有住宿型厂照机构 市长跟处长 还有卫生局长 你们能够分辨出这样的一个差异吗 我想由市长来回答我 报告议员 我对于基隆市长照 或者是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需要更多的照顾的机构 跟照顾的机制的需求是短缺 而且需要很积极的来增加 这一点我是有体认的 那对于这个不同的这种照顾机构 跟他们的定义 跟他们收容的方式 透过你的表格 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 谢谢你 学慈强调 基隆老年人口比例高达19.4 全国第六 但长照需求量却是不足 我们的照顾服务员的一个培训课程 他必须受到训练 90几个小时后 然后还要上加值课程 各20 20小时以后 他符合资格拿到长照小卡 他才能够从事为照顾服务员 那这样的一个照顾服务员的课程的安排 在基隆市低 非常欠缺 我懂了 欠缺培养这样子的机制跟鼓励 市长 副长都非常的清楚 能力不足 却办训课程非常的少 还有上完课90几个小时 有的要上完快要一个月 一个月上完之后 他要先换长照小卡 具有资格 他才能再去上加值课程 加值课程一年只开两场 他没有上完这些加值课程 有些机构他是不能服务的 可见这个住宿市的长照机构一味难求 真的是很困扰地方的民众 我们要请教瑞慈一作 就你的现场观察 目前改善情况有吗 像刚刚影片提及的那位民众 他是属于我们基隆市的一个长辈 那他独居 后来他在彰化的机构也受到了虐待 那后来我们也协助转介转回来 但是基隆还是没有床位 最后他还是来到了淡水 但是目前他的状况有受到妥善的照顾 可是基隆市的一个民众 却要到其他的县市 受到长期照顾住宿型的一个服务 这样子其实跟我们在地老化的精神 其实是非常的违背 那住宿型的机构之所以一味难求 那是因为他旧楼的法规的设置 其实是已经限缩了 他们不得扩建 也不得搬迁 那床位的不足 在106年长辅法通过之后 这样子设置的机构 竟然在基隆市也只有一间 而这一间提供的量 也只有27床 而这27床又因为照顾人力的不足 现在也只开放10床 那这样的很明显 就是一个严重的不足 所以我们总是要接收到市民的一个层情 那寻求一个床位的协助 那其实每一个个案 它的状况都不一样 所需要的一个照顾的机构也不同 像是养护机构 或是长期住宿型的机构 或甚至是护理之家 那它都有年龄的限制 身份类别的一个限制 那唯有的解方呢 就是合法的设置机构 但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以及督发处 对于相关的设置办法 以及服务的窗口 是遥遥无奇 而且我也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规划 那我希望基隆市政府呢 能够在这一块 能够提出明确的一个解决方案 什么时候要设置多少的住宿型的一个机构 设置多少间提供的量能在哪里 那所需要的照顾服务员需要增编多少位 这些都要进入规划 那不管是公家的设置还是公司协力 我都希望市政府能够提供相关的规划 来辅导协助设置这样的一个机构 跟住宿型的一个单位 是可以看到我们的长照问题是越来越有被需求到 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 然后守子化 然后大家的年龄就越来越长 所以要急需来赶快从源头来解决 就是从法规设置 这一个办法 所以还是要呼吁我们的市政府 赶快来进行执行 那接下来呢 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弱势民众 其实我们的义座们都非常的有爱心 他们设置了食物银行 来协助这些朋友 快来看看 为了照顾弱势边缘户 兼具因应不可预期的灾难发生 在基隆市议员林敏勋 以及曾一方积极牵线下 七堵区复民里长吴明宗 在永富路37号也成立 七堵第二间民间食物银行 复民里食物银行 弥补公部门社会救助缺口 也获得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的大力支持 也许我今天赚了4万块 但是我可能有一堆负债 或者是我突然家庭有重大变故 那我这样可不可以申请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他可能上面还有爸爸妈妈要养 下面又有三四个小孩要养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这都是很大的生活压力 林敏勋是基隆市第一位 和民间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合作成立 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的基隆市议员 而这也是继今年4月底市议员 曾一方成立七堵爱香水爱新食物银行之后 七堵第二间民间食物银行的成立 让再次来到七堵参加的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台北市万华区中勤里长方和生 非常高兴 复明里长吴明宗欢迎社会各界响应加入捐赠物资的行列 一起来照顾弱势家户以及边缘户的民众 真的要到现场才会知道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民众 让我们知道一方真的很用心 他成立了第二家 我们要听你说故事了 其实一方在担任林永昌市长秘书的时候 就一直想要来为敌方尽一份心理 那其实这次食物银行七堵两间食物银行的成立 也是要非常感谢我们台湾食物银行联合总会的方和生理事长 那还有我们的林敏勋议员 还有我们地内社区发展协会 他协助了我们让我们辅导 辅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就是食物银行可以上轨道 那在食物银行在服务的过程中 其实你会遇到了很多的一些事情 那因为我们都会来做一些关怀 到他们家家访 然后关怀他们 那在他们家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有一些设备或设施 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友善 因为他们可能生活比较困苦 那或者是他可能家中有误床的长辈 那在三区会比较多这样的案例 那他们像 他们比较不清楚像 我们其实有一些社会服务 社公司是可以来做支援的 所以他们不知道1966 对他们不知道1966 所以就是会协助他们申请1966长照服务 来到他们家中减轻他们的一些生活负担 那其实食物银行他还有两个大功用 就是一个就是洗食 因为其实社会上会有很多的集体品 然后他都会被那个企业来做销毁的 所以像这些代销毁 但是他是没有过期又是安全的食物 他们就会找一些单位来协助他们来做发放 那我们食物银行就是扮演这个角色 一个转借站的角色来做这些服务 再也就是洗食 就是让这些食物不浪费 然后还有达到 环保 对环保 然后还有一个备栽 因为我们不知道哪天会发生什么天灾或者是意外 那我们有一个食物银行储存这些食物的时候 当如果有意外发生来临时 我们是有这个管道 可以有一些食物可以提供给一些民众的 是 真的很有爱心 而且透过这样子家户去送 他可以真正第一线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是不是有类似的案例让你碰到 是 就是在访司的过程中 其实有一些是他家庭生他有变故 那他可能是独居 那家里的小朋友他可能也 可能有受到一些管束 所以他就是一个人 那他跌倒了之后 他只能寻求里长来协助 那里长他也心有余额力不足嘛 所以加上他也未符合65岁以上 那市政府是没有办法去协助他的 所以其实这时候也是要由一些民间的单位 来协助他改善他的生活 然后不管是像医药费啊 或者是这个都是 我们要来帮助这些人嘛 真的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案例 就是很临时的 那透过你们的伸出援手 就可以给他们最好的温暖跟帮助 让社会充满了祥和之情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 就是我们的交通问题了 一块来关心我们的基隆捷运 基隆能期待多时的基隆捷运计划 综合规划案第一场公厅会 4月26号在七度正式召开 立法人蔡司令特别在公厅会前夕 邀请中央主办单位 交通部铁道局长吴胜元到国会办公室 了解规划内容 并提供他在地方所收到市民 针对基隆捷运的各项意见 要求铁道局在公厅会 务必与地方政府好好沟通 也要广泛收集各方意见 那市民也把在这个过去当中 市民比较关心的议题 汇整给我们交通部铁道局 包括整体的路线的安排 还有民众关心的预算的问题 还有甚至在未来第二阶段 基隆到八堵的问题等等 那这些议题 市民都有把相关的民众的意见 汇整起来交给我们交通部铁道局的人 也请交通部铁道局未来 在简报当中 能够完整的一面来说明 或者当天有市民在询问的时候 交通部铁道局也能够就这些议题 能够充分的回答给大家知道 其中针对基隆捷运第二阶段 八堵到基隆段部分 在蔡世英争取下 铁道局方面原则同意 由中央出资 为请基隆市政府进行路线等评估案 希望让基隆捷运能早日衔接市区 发挥更大的交通与经济发展效应 蔡世英表示基隆捷运对基隆未来发展 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不但是划时代的建设 也是基隆迈向首都港口城市的重要里程碑 他会持续要求铁道局 在北北基三厂工厅会结束后 紧速汇整相关资料 让行政院早日核定基隆捷运综合规划案 可以看到我们的基隆捷运 除了可以解决通勤民众的问题之外 最重要的是可以整合我们整条北北基陶 整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活圈 那刚才说到第二阶段 基隆到现在都还没有规划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知豪 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跟想法 进安乐区吗 其实现在我们确实是有一些 像是我们前一次的会期 我们安乐区的议员就有跟市长 在议会的殿堂里面 正式的要求市长签署 说承诺 希望能够在安乐区这边设一站 引进人最多的地方 对就是基隆长根这边 我自己是认为 游梦最美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核心的价值 我们一定要保持着希望 但是针对基隆长根 有没有办法设站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看成本 有没有办法做得到 效益有没有办法做得到 因为你如果要在长根这边设站的话 目前的路廊看起来是不足的 那你要必须要有 有效的能够做到这一个 这一个工程的话 你势必是要从 要不然就是从地下 就是前盾 地盾 就是从地下挖 挖进到安乐区这边来 然后进入到市区 那要不然的话 你就是要有相当足够的路廊 让你可以做高架 那在平面上就是跟我们的 一般的汽车机车 争取使用这个路面道路 我看几乎不太可能 因为目前我们的路廊 确实是不足的 所以说在工程上面 它并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在经费上在成本上 在做这个相关的计划的时候 自然就会 我们就必须要考量到这些现实的问题 那如果说以捷运建设过去的经验来说 你在大台北地区尤其是西部 不论是板桥或者是台北市里面 其实它都有这个相当的人口 能够去支撑这个捷运的建设 以及捷运接下来营运的这个支出 那一直到现在台北市捷运都还是亏钱的 它是台北捷还是亏损的 北捷在一天几百万人次的使用之下 它仍然是一个亏损的状况 所以说如果你要开新的捷运的路线 你要再去做更多的新的捷运规划 工程相关的规划的话 那成本的支出 势必是一个考量的点 那不是说因为北捷亏损 所以基隆捷运未来要盖 我们亏损也没关系 因为亏损也有分 亏损70%或是亏损30%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的这个漏洞 财务上面的漏洞能够补足 这个其实才是捷运建设 交通建设 公共运输建设 它需要认真考量的点 那我们基隆捷运的一个优势 其实就是现在目前规划 我们所看到的优势就是说 基隆捷运它基本上营运的规划 就是要跟我们现在 我们所知道的包括火车 包括客运的整个的成本的结构 完全脱钩 完全不同 那不同的方式就是说 我们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要搭什么样子的客运 包括1815 9026 或是我们其他的各区 包括新丰街的 然后或者是要到暖暖的 各区的这些不同的这些客运 他们全部都用同一个逻辑去营运 就是如果坐的乘客足够 那他的车就有办法开 如果坐的乘客不足 让他的收支没有办法平衡 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开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 三不五十我们就会遇到我们的车班是减少啦 或者是那个换了新的业者 然后新的业者为了要考量他们的营运的成本 他们就这边砍那边砍的 然后我们再需要这个民意代表再出来 然后再拜托你继续把这个车开下去 就算是这个亏钱你也是得给他开下去 要不然的话我们民意的民众的权益受损等等 其实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在这个成本的循环上面 一直没有办法脱开来 一直没有办法跳脱开来 那捷运的优势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李当应该我们原本林佑昌市长时代 所做出来这个捷运计划 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个行政院还是继续在推行的这个计划 它的规划中捷运的营运成本不是靠车票本身 而是站体以及站体周边的相关的 包括工业区商业的区域以及住宅 整体的规划 整体的这个相关的收益来支撑这个捷运本身的营运 那这个模式其实也是现在 包括日本的这个JR或者是这个一些其他的重大的城市 世界上面重大的都会 很多的营运的模式其实都采取这样 那你有百货公司 你有相关的商场 你甚至有附近的这个科学园区的进驻 然后有相关的就业人口 以及相关的这些居住住宅的这个兴建 甚至社会住宅也可以沿着这些交通便利的地方 能够去兴建 如果这是一个整体的规划的时候 那你的捷运交通运输本身的成本 就不会来自于人去付车票 去把它支撑起来 而是由这些其他的这些成本 能够去让它支撑起来 这样当我们跟这个成本的问题是脱钩 它是用另外一个模式来营运来收益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才有能够得到 不论是迅速或者是定时 或者是准时或者是车次 甚至这个捷运周边的运输 能够有一个完善的覆盖率 覆盖率是怎么样 包括说我们不可能 每一个捷运的车站都会开到 你家的门口或者我家的门口 我家在基隆长庚这边 我当然希望它可以开到我家门口 但是我这么希望不表示 它真的有办法开到我家门口 如果我今天是住在我们基隆任何其他的区域 包括复兴路或者是远远路或者是新丰街 要是这个捷运车站不是盖到新丰街来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就是 所以它的中间的运输就变得很重要 它的接驳的系统跟路线覆盖 也没有办法覆盖的完善 就变得非常的关键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单 有一个这个捷运的这个接驳车 它能够准时的比方说每10分钟 每15分钟它就会出现在新丰街 然后每15分钟不管车上载了多少人 它就准时在那边出现 然后一班车就过来 然后一班车就下一班车15分钟之后 一定会出现 然后就会有下一班车准时的过来 然后带你到我们的捷运站 不管捷运站是在巴渡 或者是在基隆市区 其实那个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最重点是说 如果有一个完善的密集的 而且是可以 我们可以预期的 准时的出现在我们要的站点 在这边做我们的这个捷运的接驳 那这样子才有办法覆盖整个基隆市 那如果这个捷运的这个接驳的系统 能够这样子完善的做出来的话 它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未来 我们基隆市公车营运所遭遇到的问题 可能也可以迎刃而解 因为一样我们现在 系统市公车营运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成本问题 那成本问题 我们还是用旧的这个模式 再去去营运它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一直遇到这个亏损不足 然后这个路线必须要砍掉 或者是这个车次必须要减少的问题 我们就一直不断的还是停留在 原本旧的模式的这个循环里面 没错真的就是要从成本的方式 还有我们的覆盖率去考量 让我们的大众运输 我们的交通可以最顺畅 那刚刚有说到新丰街嘛 其实新丰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它的死亡车祸频传 然后我们的艺座 我们的瑞茨艺座 它其实说站在那边 其实你要过个马路 就很像青蛙在过马路 非常的危险 我们要请教瑞茨艺座 那新丰街呢 它沿线它包含了新丰里 新妇里跟沙子里 高达一万多户的一个户数 那大概会有两万多人的一个居民 那这些居民呢 其实用路有分为就是行车跟走路 那这样的一个端 这么多的一个人数 但是在上下班的期间 有大量的通勤人潮的时候 它只有单线双向道 所以上班的时间跟下班时间 往往大概都要塞在40分钟 那除了新丰街沿线的巷道 要转进来新丰街的时候呢 常常要过个马路 不管是开车的人 他过马路他要平的是 一个末期跟运气 因为他没有一个完整的 一个耗制灯号的一个规划 那常常有人冲过去吧 对对对 就是没有耗制灯号的时候 大家到底要怎么过马路 就是看他可能可以过的时候 快速通过 那加速的情况下 就会增加车祸的一个风险 那这是属于行车的一个危险问题 那再来是用路人 那新丰街上的一个民生 非常的一个发达 那包含了餐厅还有邮局 那最近瑞茨有争取到 新丰街上的一个邮局的门口 那设置一个耗制灯号的一个管制 那因为它是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下坡路段 所以要过去这个行穿线的时候 它也是没有耗制灯号的管制 它一样都是路人 他都要快速的看车子 比较没有的时候再赶快跑过去 但如果是幼儿或者是长者呢 到底要怎么过这个马路 那再来新丰街刚刚有说到 它的车潮非常的多 所以就表示这个可以过马路的时间 其实真的非常的短暂 那我有算过那个马路过完 其实连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走过去 真的大概也都需要12秒到15秒的时间 那这个要找这个空隙去过马路 其实真的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在想新丰街它整体交通拥塞的问题 它不单单只是要做行穿线的整体规划 还有耗制灯号的一个管制 连线连动的一个规划 因为它的拥塞问题呢 不是因为设置耗制灯号 因为它整段其实就是塞在那边 也不是因为设置的行穿线 它是整个就是车潮过度的拥挤 对 所以其实新丰街的连外的一个道路的辟件需求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过去也有提到303项啦 或是最近在争取的162项 其实这样的一个连外道路 我希望能够是否能够来评估这样的一个需求 来舒缓整个新丰街的一个车潮的一个问题 才能真正改善这样的一个交通拥塞的状况 那耗制灯号的管制 那也是需要做整体性的评估的 是真的就是要整体评估 如果因为他们是真的车流量太多的话 他的连外道路真的要赶紧来做配套措施 没错 然后另外是不是有161项曾经也发生不少争议呢 对 那像因为新丰街上 他其实本身就是刚有讲到的 他单线双项 那沿线的红线的一个画质问题 其实不管是在新丰街上的一个争议很大 那他周遭的一个项道 像161项当时在红线的画质 甚至162项红线的一个画质争议都非常的大 因为一旦画设了红线 就表示民众可能就没有办法停车 那新丰街这附近刚有说到住户非常的多 停车需求也非常的大 那这个停车位的一个规划的部分 也是需要进行评估跟研绎的 那当还没有评估研绎跟设置的时候呢 那民众可能就是便于 就停车可能就停在红线上 或者是说其实他还是属于私人土地 但私人土地社区有时候为了维护问题 他会划设一些失色的红线 但他却没有取缔的一个功能 那这样停下去后 有些民众他就会觉得很方便 可是这样子停在那边阻挡道路 像161项他就发生了很严重的一个 消防车的一个救护问题 曾经有发生两次火灾 但是因为违规停车 车辆整个阻挡了所有道路的通行 那导致消防车只能停在远处 拉水线去救火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 那接下来可能在162项这边 也会面临到一样的问题 所以还是希望 相关基隆市政府公务处这边 也能够进行道路的一个认定 那这个161项的红线划设呢 也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议长同志委 能够一同协助争取 来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真的硬体设施及配套措施要做好 就是给民众最大的安全 那另外在更通畅的部分呢 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1200月票 你知道吗 所有的朋友都碰到我都会说 哇真的是太好的一个政策了 就直接把钱花在这里就好了 可是其实还可以做更多 是不是 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宜峰一座 对 像现在这个1200月票7月1号开始上路 那其实针对不管是上班族或者是学生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 那但是其实在基隆的角度 我们在基隆思考上 我们基隆人只能使用到公车客运还有火车这三种 因为我们基隆没有捷运也没有U-bike 所以这部分对于基隆人来说其实是可以再努力的一个部分 因为像捷运短时间来啦 捷运是不太可能进来 所以基隆人是没有办法使用到捷运这一项优惠 那再来我认为比较可能的就是U-bike这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有五堵就隧道 对火车就隧道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去那边走走 走走看看 那因为从系纸沿线沿着基隆河自行车道过来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美的 那有很多外线市的好朋友 他都会骑着脚踏车来到基隆七堵这边走一走 那甚至要到庙口 那之前我就有接收到一些民众的一些善事成情 他就说 为什么我们五堵就车道口没有U-bike的设置点 那因为他们就是要到我们基隆玩嘛 那所以他们也想要去庙口吃一些好吃的东西 那吃完庙口就直接达我们的火车 直接回到他们的住所 所以他从系纸这样骑骑骑来 对骑到基隆庙口 他先到五堵车站 他先找看看有没有地方可以停靠的点 那结果发现没有 那询问一下当地的民众之后 发现真的没有任何一个点可以让他们停放这个脚踏车 所以他就只能远路折返 然后就是在规划下一次的轻旅行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我们基隆市的自行车道其实已经坐得蛮晚上的 像是五堵这边沿路 七堵这边 对七堵 然后还有暖暖 再来就是我们其实中正区瑞茨那边也是有这个自行车道 就短短那一道 对短短那一道 其实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基隆的观光都是一个加分的动作 加上是我们基隆虽然有很多上班族 那我是认为说如果U-bike可以设置点 可以先从火车站开始 至少他们要搭火车的时候 他们回去比较快 回去比较快 他就可以从百福车站啊 七堵火车站跟八堵火车站这几个点 先沿路先设置几个地方 那所以这时候就是也是要请市政府这边来 跟我们U-bike公司来好好的来做协调 让他们愿意到基隆设点 那也可以造福我们的那个 因为大家都说北北基陶是一个共同生活圈 但是北北陶有的我们基隆也需要 我们基隆也是需要被重视的 对啊 那另外呢就还有就是很多民众都会向一方一座来反映 就说我们的公车拖班很严重 等不到车 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跟反应 其实公车拖班严重拖班这件事情是 之前在担任秘书时期就有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后来经营方了解之后 其实是我们有人力不足的部分 还有我们公车处经费的问题 然后还有公车老旧的问题 这整个大方向整个包含在一起就会造成公车拖班 那我们公车处他其实也有那个盈域的考量 所以在对于这些这部分他们其实也是非常无奈的 所以也是希望市政府也可以跟公车处这边来规划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这些公车的班次 可以让民众有感啊 他这个时间他到这时间他有公车可以搭 在尖峰期间不要拖班 或者是在离峰期间我们可以减少班 我相信这是民众都会可以体谅的 那之前也有在跟公车处讨论 那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地方不可以用定点的班次 那这样子其实非常固定 他们就会知道说我什么时间来搭车是有车的 那公车处那边的回复他其实是跟我讲说 因为人力上的考量啊 那人力调动的问题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做定点的公车发车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来做讨论的 不然大太阳底下就以我们基隆来说 我们基隆其实是一个比较老年化社会的地方 那让这些爷爷奶奶在地方上大太阳底下 或者是下雨天等公车又拖班 看着一台一台的公车走了 却来的不是他们的时候 其实他们是非常失望的 是真的 所以也要完善我们的那个公车后车庭 对 让他们等车的时候有个遮量的好地方 那说到这一个交通啊 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电动机车的政策 我们要请教知豪啊 其实探讨基隆市电动公车机车 电动公车这个机车 免费的电动机车 这一个议题是不是你有不同的看法跟想法 是不是要把它变成大众运聚之类的 对啊 其实专政如果说能够推展观光的话 其实要是电动机车能够像是U-bike这样子的模式 其实他对于我们市区内部的一些观光客的通行 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但是当然我们基隆市 说真的因为我们的路实在是比较狭小 所以说市政府之前也有规划说想要做一个双城巴士 双城的这个观光巴士 其实我就觉得 这不是说很理想啦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市区 本身路比较狭窄 路廊比较狭窄 那我们的各个的观光景点 有的是在山上的炮台 有的是在海边的这个像是我们中正区的这个正兵渔港的这一种彩虹屋 那其实有海边有山上各式各样的地方 那不是每个地方都是能够很宽敞的让这些大型的车辆能够出入 所以说真的如果我们 假使我们这些电动机车 他也是可以观光客使用来说也是友善的话 其实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案啦 那但是当然现阶段市政府在规划的这个电动机车 其实目前就还是在这个所谓的年轻人做工艺的时数 然后来换这个所谓的这个用旧的太旧换新的方式 把旧的机车来换成这个电动机车 其实因为这个就是本来环保署就已经有的方案 那当然基隆市政府现在是规划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那我们当然是担心说 因为你 规划出来的这个方案他补助的这个金额就是 4万块左右 那这个4万块钱 实际上真的能够来配合 让你 不用钱就换到一台 4万块价值4万块的电动机车的方案 是不存在的 那所以 目前有来跟我们基隆市政府说要合作的这个 包括中华 还有这个 山羊 其实他们都是降低他们原本 机车的价格 降低他们原本的这些 收益 然后来配合基隆市政府的这个政策 那 但是问题就在于 所以我们就只有两种 这个机车可以选择 那实际上市面上的这个电动机车其实 好多种排在七八种以上 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 这个型号的电动机车都有 那如果你让了这个我们年轻人 要去做公益 要去做太久换新 那结果他实际上可以真正可以换到的只有 这两种 选择 其实也是 对于这个 年轻人来说选择仍然是比较有限一点 那所以我们在市议会里面我们就 希望 主张 我们就希望说 在这个市政府提出的这个免疫 这个电动机车方案 之余 之外 我们再增加一个 这个条件的这个条款 就是说 如果市政府现在是补助4万块 那这4万块其实他就 可以是一个补助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如果 你是一个年轻人你愿意 去买一台 比方说5万块 或是7万块 其他价格的机车的时候 你能够符合市政府的这个 机车补助的条件的话 市政府一向补助 这4万块给你 那你自己去补剩下的差额 补2万块 补3万块 你就可以去买到一个 你自己想要的 不同的 品牌 其他不在市政府现在的这个 免费提供的这个 机型以外的 也是合法的 这个 电动机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是让年轻人真的有 具备有这个选择的权利 也有选择的自由 那他要做起这些 无论是公益 或者是这个 太旧换新的这件事情 其实都可以让事情更圆满 也可以让 大家能够 做起来更有劲 因为 不是每个人都想要 这个 一定是这个品牌的机车 因为每个人他喜欢东西不一样 这个市场是自由的 本来就是如此 那当然 对于 过去台湾这几年 这个发展下来的电动机车来说 确实 Gogoro这个品牌大概还是大家最 算是说 一他的品牌是最响亮的 然后二 大概也是如果你去问 一般人年轻人的民调的话 大概最想要 如果真的要换电动机车的话 大概Gogoro仍然是他心目中 第一个品牌 那现在的这个计划里面 如果Gogoro其实并不是在这个现在计划的 这个补助的这个机型上面 确实是有点可惜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议会的这个 增加 它附加的这个条件之下 让市政府的这个计划能够更圆满 那后来 我相信市政府现在已经提出 提出了大概第2还是第3个版本的这个 补助的计划 目前还没有看到 有符合到我们当时议会的这个 提出来的这个条件 那希望接下来市政府能够在加把劲 赶紧的把这个计划做得更完善 那让我们的年轻人 在电动机车选择上面 也有一个 更完整的这个 自由 是这是要完善我们的工艺电动机车的政策 让我们金融省 就会更绿化绿能城市 而且重点是更友善 好那再带大家来看 就是 关心我们的长照议题 您知道吗 到2065年 平均每1.2个劳动人口 就要抚养一位老人 那我们的瑞茨艺座其实 长期以来都很关注这个 长照议题 那基隆市的长照问题 你要问他 他真的是接到很多民众的澄清 长照服务看四万能 他隐藏的优缺在哪里呢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瑞茨艺座 那因为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一个发达 还有卫生的一个 健康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的生育率跟死亡率 其实都是下降的 所以这样子会让我们的人口结构呢 去向一个超高龄化 那老年人口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成长呢 我们造成了像慢性病啦 还有就是功能障碍的一个盛行率的一个提升 那其实这个无形当中都会增加我们长期照顾服务需求的一个提升 那以我们基隆市来讲 我们基隆市民大概36万2000人 那是65岁以上的人口大概高达了7万1000多人 也就是说我们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位长者 而这36万2000人当中呢 又有15000多人的长照需求者 他包含了失能者 失智者 身心障碍者 以及衰弱的老人 但是有这么多的长照需求者 我们的长期照顾的服务涵盖率 却只有50% 那这是远低于我们的全国平均的 全国平均大概67%左右 那到底为什么没办法让长照的涵盖率提升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提供长照服务的一个照顾人力需求 照顾人力非常的缺乏 像提供长照服务最直接的就是照顾服务员 那照顾服务员呢 在我们基隆市每万人的人口当中只有530位 那全国平均来讲的话 其实大概都有800多位 也就是说我们基隆市是严重的缺乏 300多人 对差300多人 所以这样子提供最直接的长照服务的人力缺乏的情况下 我们的服务单位也非常的缺乏 服务单位包含了人力之外 服务的机构 以及民众拨打1966后 进行服务的评估的照顾管理专员 这个也是严重不足 那了解民众需求 协助媒合派案的A单位 以及个案管理师 这也严重不足 那最近呢 我们住宿型的机构的一个补助呢 从6万提升到12万 那提升了这么多的一个补助金额 它其实要符合一些条件的 第一它的长照服务等级要达到4级 那要达到4级的话呢 其实就要经过我们的照顾管理专员的一个评估它的等级 以及它住宿机构满180天 有一些条件上的限制 但是要提出申请 第一它就要长照等级 可长照等级要照专评估 但是我们基隆社照专又非常的缺乏 也就是说这个方案有补助 但是民众却领不到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跟状况 那再来就是 我们的长照服务有分照顾及专业服务 那提供专业的服务呢 就是提供负能的服务 也就是失能者 他有负能服务 他才能够让他的自我功能能够提升 那这样的一个人力呢 其实我们基隆市也就只有两百六十几个 跟全国比起来 平均大家每一个县市也大概都400多人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力在各方面 不管照顾服务员 或是专业的医疗人员在这一块的提供都非常的缺乏 甚至很多民众对于长照服务提供哪些服务可能都不算清楚 像一般来说的 居家的环境 居家的无障碍环境的一个改善 辅聚的一个申请 或者是喘息的服务 甚至是交通接送的服务 还有刚刚照顾及专业的服务 这四大项 其实很多民众都不知道 甚至说有长照服务的需求 他也不知道可能有1966这样的一个专线可以拨打 这个是属于地方政府 他必须要进行多元宣导以及宣传 甚至他有创新的一些方案要提供给大家 让民众知道 但是这一块在基隆市其实还是很有待改进的地方 其实刚刚讲到的一个人力资源 他已经是最基本的盘点 再来就是宣传的部分 他也必须要再重新的做一个调整 因为长照服务 他其实还优关于整个家庭的一个照顾结构 像长照的需求者 他本身他已经可能丧失了一些工作的能力 那照顾他的人 他可能还有工作的需求 或者是求学的需求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解决长照的一个问题 他可能会影响的是更多层面的社会跟经济的一个问题 那无形当中也会增加家庭的一个照顾压力 那甚至说好 今天 两老 一起互相照顾 那这样的一个照顾者 他的家庭支持 其实这也是我们地方政府必须要关怀的 因为照顾其实它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 那如果透过地方政府能够减缓这样的一个压力 甚至如果在 照顾支持者 我们能够给予他一些关怀 其实照顾支持者在各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关怀据点 但我们基隆市其实就只有两个单位 即便是像偏乡的花莲市他都有达到六个单位 所以基隆市在这一块的一个服务据点的缺乏性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长照服务的一个完整的体制的一个改善 从政策面上要调整 资源面上也要做盘点 人力也要做培训 才有办法全方面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真的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长照需求很大 那当然刚刚说到的人力盘点 还有我们的宣传调整 还有我们的照顾者也需要被照顾这一块 都是我们要面面俱到的地方 也有赖相关单位要好好 也拟出对应的方法要超前部署 来迎接我们未来的超高营社会 那再带大家来看 其实民众在一般生活当中 会常碰到的一些问题 有时候求助我们就会求助于法律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一方一作 他其实都有提供这个法律服务 对 像 现在我的办公室有在做法律 咨询的服务 那其实之前在选举期间就 有发现有很多民众都会来问我一些 专业的法律问题 那有碍于我不是专业的律师 所以我 没有办法 给他给予他正确的一些知识 所以这时候 因为我在当选之后 我就也是把我的服务处分开来 就是 在晚上的时候 礼拜一跟礼拜四都会来做一些法律 咨询的服务 提供给民众 因为像民众他当他不懂法律的时候他收到了 法院的一些壮指 他就会非常的紧张 那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找律师 那也许在律师事务所的咨询费非常高 所以他们就会找一些免费的法服来来问看看 因为像是基督市政府或者是我们 地方法院这边也都有 法律咨询 但是 在我们基督区 我们地方这边 目前是我这边有在做的 因为区公所这边也没有在做 民众就会就近 来到我的服务处来做咨询 那其实在 最近在做这些法律咨询 其实我发现 最近的诈骗案非常多 所以拿到壮子都是诈骗 有一些是诈骗的 那有一些是他可能 被是被告的 他可能是 真的被告 对卡片或者是存责 借给朋友 然后去做一些不当的使用 所以就就会被告 我在想说 这个可能会是跟我们大环境有关系 就是整个经济上 整个都不OK的时候 就会衍生到这些问题 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 整个社会 整个台湾要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在法律咨询的时候 其实你还会遇到一些像是 一些家庭纷争 或者是一些 学校的一些事情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 担任起一个桥梁 因为有时候其实是 他们可能在沟通上 或者是 想法上是有 有落差的 所以这时候你担任起这个 桥梁的时候 你在跟不管是在 跟学校 或者是在跟各 区处跟单位 沟通的时候 就可以把他们牵起来了 就可以把他们误会解开 那就不会有后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 也是一个为民服务的一种 对啊 所以 希望 对 还要再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我的服务处在百福社区 那百福社区 这边其实有非常多 七堵 住在七堵区 七堵 靠近南新市场这一块的人 他们其实 晚上都会骑骑车到我的服务处 所以我现在也有 就是 跟亲戚工这边来借场地 来做这个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 所以 如果 我们的 有需要的民众 对有需要的民众可以 打电话到我们服务处来做预约 是 大家好好把握这一项资源 我们的义方义座真的很好 提供这样的服务 为大家来解决这些法律上的一些盲点 让自己的生活可以更开心更好 那说到这个要带大家来看 很多民众都会向义座来反映 一些很奇特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 像张义座来反映 他现在检举要烧光的 有这样的事吗 你快来看看 我想要请我们现场其他的 有在这边的市府的一级主管 今天有带电脑来的可以麻烦举手一下 可以麻烦把你的电脑拿起来 让我看一下 好的 谢谢 我们看到教育处 还有这个又是温翔处长 有带电脑来 温翔处长请问一下你这电脑的那个 有没有光碟机 没有 谢谢请坐 温翔处长 刘处长有没有光碟机 没有 好 我们再听另外一段录音 你好 温翔处长 毕姓陈高建民服务 小姐你好 请教一下 我那个车子 行车记录器有度到有人 骑车乱丢垃圾 那请教一下我要怎么检举 怎么检举 你要把它烧成光铁器过来 要截成要截成照片 截取照片 那个他的 流的顺序流程 然后要 贴在那个 卧的档上面 说明 时间地点 行为车炮 这样子 请教一下你说的是我要把 档案做成 光碟 做成那个 你烧成 烧DVD这样子 民众打电话到环保局 检举乱丢垃圾 但得到答案却是 要民众烧成光碟片 让议员张志豪 觉得傻眼 我们接到一个民众的陈琴 就是有遇到 这个垃圾乱丢的状况 想要陈琴 想要检举 结果竟然被我们的 环保局说 你要烧一个光碟 过来给我们 就连我们自己 市政府的局处一级主管 电脑都没有光碟机了 你现在跟我们说要烧成DVD 还要做成为了党 什么时代 市长 所以这一个问题 其实已经有圆满的解答 对不对 而且现在只要检举 奖金提高 民众一定又会疯狂检举 我们要请求 只好一座最后是怎么样 那其实目前为止 环保局还没有 给我正式的回复 我们这几次 前阵子的 我们这一次的议会 大概有几个问题 在市政府 都还没有有效的回应 那包含环保局 这个光碟 这个事件 我大概再重新跟大家 重新讲一次 就是 现在 如果我们路上 看到有人 比方说 他开车开到一半 垃圾丢出去 或者是骑摩托车 然后垃圾乱丢 这种我们一般行车记录器都拍得到 拍到了以后 他想要跟我们的环保局检举 因为现在环保检举奖金又有提高 所以说 有增加大家检举的诱因 结果他要去检举 结果环保局跟他说 你要把它烧成光碟 而且你还要做 用这个 你还要特别的告诉我们 拿几秒到几秒 发生了什么事 如何如何 就帮他的把这整个公文 都给他写好 这样子 那对于一些 比较 他要是 没工作 他要是 时间很多 他要检举这样子 当然就是可以 很有时间可以做这个事 但如果他只是一个上班族 他就是看到人家 这样子乱丢垃圾 他觉得这样子不太OK 希望能够 能够有所惩罚的 基本上 大概没时间就不去 不去弄了 可是现在其实中央的这个环保署 要做这样检举 可以直接上传 你可以直接 他网站上你可以直接上传 你就 不论是手机上拍的 或者是你的 行车记录器的 这个小小的这个 JPEG 档或者是你的 NPEG 档 就是影片档 照片档都直接上传就可以直接 做检举 是相当方便的 我们基隆市的环保局 在这方面 目前做的 还不太够 那 他说有一个 这个责重的方案是你 本人 直接到环保局去 也就是到我们的这个信义区的这个环保局 山上的那个环保局办公室去 到那边去 然后他就有专人可以帮你 把他 输入到他们的电脑里面去要什么的 一样 你还是必须要专程跑一趟 才能做这个事 那这个跟我们现在的 中央的这个检举的模式比起来 其实是有 差这么一截 那我去看一下 其他地方政府 其实大概基隆市在这方面 医化的这个程度 确实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环保局 能够在这些相关的这些 让民众能够检举的这个模式 是能够加速能够加快 但是我们其实讲到检举 也是有另外一个 层面的问题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平日 看到 包括是 如果是 交通的问题 或者是停车的问题 或者是 路坝的问题 其实这些相关的这些检举的 模式 我们跟派出所 我们跟警察局 就要做这些检举 其实目前为止 这些检举的管道 都还算顺畅 但是 我自己觉得 前面我们讲的是 检举不够迅速 不够 让人检举的门槛太高 不好检举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下一个部分是 有的时候检举太过 其实也是造成 很多人的困扰 那不是说他 他这个陆坝就 应该要被继续留在那里 只是呢 说真的 如果说 对 其实陈原警跟我陈警 就是 他可能同一个事情 同一个案子 然后各不同的民众一直不断的来检举 他就不断的要再去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地点 然后一直不断的去做 重复的事情 那就让他 原本的警务的 这个勤务 原本要做别的事情 这时间都被刺光光了 他就是光是 处理这一个检举 他就处理不完了 那对他来讲 可能 他们一些 其他的关键重要的一些 勤务 比方说 他可能要去定点 要去一些重要的接点 他必须要去做巡逻 他必须要去处理这些 这个 查契 不同的这些 问 犯罪问题 反而就吃到他的时间 那其实我们的基层的 远警的这个 人力 确实是很吃紧 那我们前阵子还发生了一个 开始我们基隆的这个 继承的巡所 巡官开始大量出走 因为待遇的关系的 这个 因为其他地方待遇提高 所以开始很多的这个 远警 申请 去调派到别的县市去 其实这个问题 再加上我们这个 日常勤务的增加 其实就让我们接下来的这个 我们远警的这个 人力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所以说也希望我们各位市民 大家能够 在检举这方面 大家能够了解到说 我们关键的时刻 做出关键的检举 但是 不要一个案子 一直重复去做 这样子反而是造成了 我们这个 基层的这个远警勤务 太过于 这个 太过的堆叠 有点无法应付不来 对 剩下最后一分钟 我们请三位一座跟民众 一块呼吁一下 我们先从一方 大家好 我是真一方 那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脸书 那如果有遇到 大大小小的事情 不要不好意思 就来脸书私讯我们 我们会来写助 尽力来写助大家 谢谢 瑞茨 在此我要呼吁我们市政府 要能够改善我们的一个 长照服务 希望能够从这个多元的宣导 去做推广 那也希望能够 针对长照服务全面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改善 包含这个住宿型机构的一个设置 那在此呢也要宣传一下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 欢迎搜寻许瑞池 许愿池到我的脸书留言 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服务 是谢谢瑞池 那接下来我们换志豪 好 我们新上任的市府 很多的事情都还在 上路中 正在熟悉中 那我们希望说 我们这上一次的议会的会期 所讨论的事项 以及我们所建议的一些 相关的这些条款 市政府能够尽快的 跟上轨道 然后让我们的市政能够 符合我们民意的需求 以上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一座 带大家听见地方的声音 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